刚刚高群也介绍了我 我补充一下 我的经历里面 比较特别的一点 是有两次在美国陪读的经历 第一次是20年前 我先生在哈佛大学 肯尼基政府学院 读公共管理硕士 我陪读 并且把儿子生在了美国 第二次陪读是四年前 儿子决定来美国读高中 因为他从小 其实是回到中国 在中国长大的 四年前他决定到美国读高中 我又辞掉了工作 来陪伴他在美国高中 这个四年的时间 特别是第二次的陪读 让我见证了儿子脱胎换骨的 蜕变和成长 毫不夸张的说 真的是我儿子是从一个 在初中阶段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沉迷于游戏得过铁锅的一个孩子 到了美国读高中之后 加上复活的一个有意识的引领和规划 以及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教育土壤 全面开化健康成长 也是因为我儿子的这个蜕变 让我特别的深有感触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确实切身感悟了东西方的教育观念 也希望将中西合璧的育儿智慧分享给更多的家长们 两年前呢 我曾经和我儿子一起在上海做了一次讲座 那么非常受欢迎 那么很多家长和甚至于很多青少年都觉得非常受益 于是我就想怎么样能把这些经历 就儿子的这个跨文化的成长经历和我的一些育儿经格 能更多的更好的分享给更多的家长 于是呢就想到了通过撰写一本书 当然我一个人还支撑不了一本书 于是呢我又邀约了另外19位全球恶力的北大校友 也非常愿意去分享 我们利用疫情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撰写这本书 那同时呢也是在去年的下半年 我和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 一起创建了有次公益 我们在美国和加拿大注册了两家非盈利组织 为全球的青少年搭建公益创新平台 那我们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 说起教育就是非常无感的一个教育环境 那么其中有非常多的青少年 是存在着心理健康的问题 那么这是调查的数据 说26.3%的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 存在着学习压力感 强迫焦虑 情绪波动性 人际敏感 抑郁偏执 适应不良 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的父母也是普遍的 陷入这个教育的焦虑 首先是妈妈 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教育 都是妈妈来担当的 然后妈妈是非常的焦虑 鸡娃 那在北京有海淀妈妈 还有顺义妈妈 然后我们也知道在纽约上宗 也有上宗妈妈 这都是鸡娃 各种不同的角度去鸡娃 可能海淀妈妈主要是奔着这个在国内高考这样的一个路线 顺义妈妈是走国际路线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属于这个非常非常的焦虑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又发现了很多丧偶式的育儿 就是爸爸是很多爸爸是缺位的 要么就是因为工作繁忙 996的关系 那么要么就是爸爸 也是回到家里工作非常辛苦 然后就看玩游戏 看手机 也没有更好去陪伴这个孩子 然后再加上夫妻关系的问题 导致了很多的这个问题的出现 那做父母呢 现在有三种比较典型的精态 第一种精态就是做父母是一种折磨 我们现在有热播的电视剧 小舍得 这样的电视剧 那么大家都说这是天然的避孕药 就是我们都说 不辅导作业 只辅导教 一辅导作业就鸡飞狗跳 也有很多这个父母是出现了 因为辅导作业 然后进了医院的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做父母是一种折磨 所以国家的这个二胎政策 三胎政策不断的出台 但是很多父母觉得我不敢去考虑 再去要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已经把我这么的快脱掉 已经急了 那也有一种心态是父母 做父母是一种修行 吃得苦中苦 方位人上人 那么另外一种心态呢 就是我们书中的20位作者 普遍的心态 我们认为做父母是一种享受 与孩子一起成长 是一个非常有 非常有趣 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所以其实我现在非常 后悔的就是我没有再生一个两个 当然现在这个后悔药也吃不了了 那我们也要思考 就是为人父母到底希望教育获得什么 那我昨天有一张图 是中国高考的金字塔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是到985 211这样的学校的比例 只有1.21% 那么如果到清华北大的 就只有0.05% 那应该说 当然在美国也是这样 我们在美国你要想进到 这个前30的名校也不容易 那么难道我们的教育的目标 就仅仅是为了孩子考入名校 成为学霸考入名校吗 那如果我们的孩子 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作为父母我们能接受吗 然后我们 有两种教育主张 一种是新式的教育主张 认为教育最根本的目标 是培养具有独立和健全人格的人 需要 要孩子有全方位的素质和能力 但是我们现实中的教育体系 又是它是一种选拔制 是淘汰制 因为优质的教育资源 总是稀缺的 于是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些冲突 那我们在升学系统 在乎的都是考试成绩 但是呢考完试之后 发现后来总到职场上 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个考试成绩 而是背后的各种各样的 综合的能力 所以我们写这本书呢 用我们一个作者 他的这个画 就是他的原画 他说他是带着一个强烈的使命感 是把他内心的呐喊写成文字 希望给很多的家长以借鉴和启发 我们本书的责任编辑 杜老师也是说 因为他在看我们书稿的过程中 被我们这个书里面的很多的教育观念 深深的被打动了 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家长 那他也觉得对于现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现状和家长的焦虑感同身受 所以希望能鼓务为更多的家长提供借鉴和体力 也是一种救赎 所以是带着一种平怀和使命 在做这本书 那我们的二十位作者呢 也是撰写这本书 我们也是说希望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我们把书的首期版税也全部捐赠用于支持中国的农村教育 那我们这本书呢是历时一年半的时间 由全球各地二十位北大教友合作撰稿 其中有三十多个孩子的各不相同的成长个案 我们的作者呢分散在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也有曾经在加拿大生活过的 所以我们呢是来自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年龄 我们的孩子呢也是跨度很大 有最小的还在小学阶段 那么大的已经走向社会 不如工作岗位了 所以我们是展示了全球多个国家的不同教育思维 但是零零总总最后是殊途同归的教育理念和成长途径 是点燃孩子的内趋力 好 这是我刚刚回答这个高群的第一个问题 你的麦克风关掉了 不好意思 非常好 谢谢您的分享 刚才您的分享中点出了现在的教育现状 就是家长们好多家长都非常非常的焦虑 然后呢孩子们也很焦虑 所以 我很高兴就是我们有读者看过我们的书 他说看过我们的书真的就不焦虑了 我们一下子就觉得淡然了 然后余敏红新东方教育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 他说我们的书也是一本容易读书性不感的书 所以我们有读者自己说开玩笑说 哎呀 我们这本书是治疗焦虑的疫苗 非常好 所以您这本书的名字首先就非常特别 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内趋力 然后如何才能点燃孩子的内趋力 另外这本书的副标题 我特意看了一下叫北大父母的能量型培养法 首先这个能量型培养法就这个名字就很 听起来就非常的感觉高大上吧 所以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能量型培养法 另外就是它跟我们华人惯有的学霸型培养法有什么差别 好的 那我再打开另外一个PPT 什么是内趋力 我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们都知道我们开一辆车 车子的动力从哪里来 如果有一个人在推这个车 那肯定是这个车出问题出状况了 那么车子的动力是来自引擎 所以内趋力就是人生的引擎 点燃引擎才能有内趋力和内动力 那个美国的畅销书作家丹尼尔平克 他也是这个著名的记者和美国总统的这个演讲稿的撰写人 他写过一本书 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什么是内趋力 就是内趋力是让人幸福与充实的一种能力 其中包括了自主目的和专精三个方面 自主就是我做什么我决定 目的就是认可自己工作的价值 让生活更有意义 专精就是能够运用并改进所擅长的技能 把讲座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这就是从内在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 那我们说内趋力呢有三个层次啊 有认知的内趋力和自我提高的内趋力和附属的内趋力 它分别来自于兴趣和爱好的驱动 有外界环境的正反馈的驱动和求外界认识的驱动 那么找到了内趋力 孩子才会主动快乐持久的学习 那关于这个内趋力 怎么去对应这三个内趋力呢 我后面会有介绍我儿子案例的时候 会有一些具体的展开的介绍 那我美国有一位啊 有一位这个老师叫William Arthur Ward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啊 我觉得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 分享给大家 就是平庸的老师告诉 合格的老师解释 优秀的老师示范 伟大的老师点燃 那么其实这个 因为我们一直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所以这句话套用在家长身上也是 适用的 就是平庸的家长去告诉孩子 一加一等于二 合格的家长会给孩子解释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 那么优秀的家长是做榜样 那么伟大的家长是点燃 点燃孩子的内趋力 那我们也熟悉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 那么大家都知道教育的这个单词 Education 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Education是怎么来的 是苏格拉底创造的 不创造这个词呢 就是三个词根的这个拼解 那最前面的意就是向外的意思 就是引出 是名词引导出来 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 教育就是把一个人的内心真正的引导出来 成为自己最好的样子 那我们还熟悉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 教育是把火炬点燃 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所以通过点燃孩子的内趋力 来实现自主教育和成长 是所有教育的根本 然后教育的精髓 不在于灌熟而在于提发 点燃孩子心中的理想和激情 引导他们找出自己的内趋力 从要我学到我要学 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偷懒式的育儿了 我们就不用天天像一个直升机一样 盘旋在孩子上方时刻监督的孩子 斗智动有劳心劳力 我们就可以只是把握大方向 那么孩子他会自己自我的 自主去学习 我们就可以做偷懒式的父母 那怎么去点燃孩子的内趋力呢 我在这本书里面的20个案例 我做了一下提炼 我把这本书里面渗透的一些有关 点燃孩子内趋力的一个诱因和方法 做了一个提炼 大概有七点还是八点 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就是无条件的爱 我们要感恩孩子是上天赐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陪伴并见证孩子的生命成长 也是父母完备自己生命的过程 但是这种爱不是溺爱 而是对孩子的精心陪伴和激情引导 坚持一起学习共同成长的动力 特别是我们家长自己也要有终身成长的姿态 我们自己就要做一个有内趋力的人 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 那我们的这个作者 像有两个爸爸的书名 大家就在文章的名字就能看出来 陪伴孩子成长完备父母生命 孩子才是我的老师 就是才从这个角度来阐述的 其实很多人会说 无条件的爱 父母肯定是无条件爱 但是我们会不会经常在孩子觉得 让我们很失望的时候 或者孩子这个成绩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经常就说 我再也不喜欢你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 会不会有这样的呢 我们是不是 我们无论是孩子是什么样子 我们都能是做到无条件的爱 而且这种爱是变成对他的一个 悉心的陪伴和引导 那第二点呢 是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 我们这本书的《非夜》呢 是用了黎巴嫩著名诗人和散文家 基伯伦的诗《恶孩子》 这个诗是我们所有的作者都特别喜欢的 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的观点 也和这诗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契合 就是父母不是孩子的前传 孩子也不是父母的续篇 孩子是独立的 个体是因为他对于生命的渴望而来 所以我们为人父母 不能把孩子作为私属物和副属物 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 而是去引领孩子探索和追寻 自身的生命成长成为最好的自己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本书里 有一个小作者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梦想》 他说我的梦想和我的父母不一样 他说从小的时候 父母给了我很多很多的 后来我发现这都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我无论想怎么做我都做不好 最后我决定我要我自己的 所以他说那我现在做的 我自己觉得很快乐 我做的我也觉得很成功 虽然我不是像我哥哥那样的学霸 所以这就是要尊重孩子的 这样的独立人格 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然后我们说父母呢是可以给孩子生命 但是不能代替他过活 我们也可以教孩子东西 但是不能代替他学习 可以告诉孩子什么是最有错 但是不能防止他不犯错 可以教导孩子爱和仁慈 但是不能保证他的性格美善 可以帮助孩子生活 为他俘虏 但是不能给他生活的韧力 都是要让孩子自己去探索 和追寻生命的成长 然后第三点呢是倾听孩子的内心 挖掘孩子的潜能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是带着使命的 圣经里有一句话 就是上帝会给每个人 Talent 他连德 我翻译成那个中文是他连德 一开始我听到他连德 我没听懂 后来才知道是Talent 就是上帝会给每个人Talent 可能每个人的Talent不一样 但是呢他最后会说 你用了这个Talent 你是怎么去使用的 那每个孩子也是带有他自己的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所以对于父母来讲呢 就是要去引导和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让孩子在各个领域 学术啊 人文 艺术体育等等各个领域 广泛涉变并不断地尝试 在这个过程中呢 父母要善意去观察和发现 孩子的天赋在哪里 那孩子的真正的热情在哪里 如果找到了之后呢 再提供各种支持 放大孩子的这个优点和长版 把孩子的这个进去再慢慢叠加 也变成能力 然后帮助孩子找到荣誉感和价值感 孩子就会有更大的愿景和报复 我特别喜欢美国的一个观点就是 我们中国经常说我们要有木桶理论 就是木桶里边水能成多少取决于那个短板 是吧 我们要把短板补偿 但是我觉得美国我特别喜欢就是 短板无所谓 你只要长板够长就好 你作为家长你就是找到那个长板 然后你把长板不断地放大 把它真正地变成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这个优势也许不在学业上 也许是在其他领域 但是不管在哪个领域 孩子只要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优势 他就会激发他的这个内趋力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 说每个人都是天才 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天赋 但是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来要求一条鱼 那他会中期一生认为自己是傻瓜 那我们父母经常会挂在嘴边一句话 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抵 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 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句话对孩子是最大的伤害 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和天赋都是不同的 那做父母来讲 就是要把自己孩子的这个天赋和潜能挖掘出来 让孩子做最好的自己 然后下一个这个诱因就是我要培养孩子的自空力和横溢力 那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Great 是比基法尼亚大学的教授 他做了两千多个青少年的这个调查和追踪 他最后发现那最后做的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不是这个最聪明的 而是最有毅力的最有横溢力和自觉性的人 那我们也就知道有一万小时的原理 就是你在一个领域不断的生耕 有一万个小时你就会慢慢的在这个领域 你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然后我们特别的在这本书里有好几个作者都提到了 体育对于孩子的重要意义 就是体育它可以磨力孩子的意志 培养孩子自力坚韧不屈不挠的这个品质 那另外就是读万件书行万里路 从小要培养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 并且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孩子能走出校门 甚至于走出国门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 夏令营 宗令营这样的一些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孩子也是不断的去探索他的兴趣所在 特别是让他更早的去做一些职业的体验 有机会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 让他更早的去明确未来 他的这个专业和职业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孩子也就会更加的有动力 去探索这个领域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去培养孩子对生活的热爱 对知识的兴趣 对生存的认知和对世界的达观 那我们好几位作者呢 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 也都在这个方面呢 分别的介绍了各个国家做的很多相关的 像阅读的活动啊 或者是一些夏令营冬令营的这个活动 以及孩子在这个过程中 收获和成长 然后呢是要培养孩子快乐的能力 引领孩子寻找幸福力 我前面提到了在中国 有百分之二十多的青少年 普遍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心理 或者是身心的健康问题 那其实孩子的这种快乐的能力 和幸福力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都知道哈佛有一门课 特别特别的热门就是幸福力啊 那我们就希望让父母能教会 教导孩子啊 他怎么样去消融历境中的负面情绪 而首先啊 我们自己就不要去强求我们的孩子 成为一个各方面都啊 就是等于是一样孩子 每个领域都做得非常好 非常那那也那我觉得也很难 那我们自己要接纳孩子不优秀的那一面 然后我们会告诉孩子 如果一旦有失败或者挫折 它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你把它转化成经验值 你就可以下一次做得更好 然后这样的话 让孩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境 都能不悲观 不抱怨 不害怕 从内心能找到支撑的力量 有顽强的生命力 活出自己的精彩 我们点让孩子内驱力 最后一个观点 就是让孩子拥有改变世界的崇高目标 因为我们说孩子奋斗的这个动力 或者说内驱力 不能局限于追求个人的利益 也必须要包括维护他人的利益 不仅仅是要利己 更要利他 拥有崇高的目标 奋斗才会持久 我经常会 因为我现在在做公益创新辅导 我一直在说 为什么孩子去做公益 做公益的过程中 你才能从小我到大我 因为你如果正常的话 我们的圈层是有限的 我们只能是接触 我们身边的同学 老师 家人 亲戚 朋友 基本上都是 大多数是这个中产家 中产阶层吧 但是呢 如果我们去做公益 我们就要去 首先要去帮助这个世界上 最弱势的群体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求 我们能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 然后我们还要去寻求 比我们更有权势的 这些 无论是这个 政府官员 还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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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家 我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 无论是政策 还是资金上的这个支持 所以你的活动半径 就从一个 小我变成 非常 你对这个社会 也会有更多的阅历和感知 而在这个过程中 你帮助了别人 你感到了自己被需要 你感到了自己的价值 你可能焕发出 更大的一个 一个动力 所以我会经常说 这个 有家长会跟我说 我的孩子就是没有那区 怎么办 我说你带他去农村 你去到那里 去跟那里的 这个留守儿童 去 接触一段时间 也许对你的孩子 会非常大的这种触动 他会觉得 我要珍惜 我现在的这种 学习和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同时 我要想办法 我能做得更好 我将来能给这些孩子 带来更多的支持和改变 那么孩子 就会有奋斗的 这样的激情和动力 那 爱因斯坦 也说过另外一句话 就是只有为他人而活的生命 才是有意义的 刚刚高清也问到了 这本书的副标题 是北大父母的能量型培养法 那么什么是能量型培养法呢 就是相对应的 就是学霸型培养法 那我们经常 大部分的 我觉得中国的父母 都是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学霸考入名校 找到工作 养活自己 获得成功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期待 那而且呢 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 往往很简单 这个成功好像就是 找到有名有利吧 或者有非常好的物质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么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呢 很多的孩子埋头于书本 然后两耳不闻窗外事 父母经常说 你只要学习 什么都不用管 然后等到他上了大学 突然就没有了父母的这个监督 他就突然就没有方向了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心灵空虚的空虚人 北大的教授说 北大的学生现在有50% 还是多少忘记了 都是心灵空虚的空虚人 那或者就沦为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以价值观的缺失 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有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去从小就去追星 问他将来的理想就是我要成为网红 我要成为明星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但你赚的钱为什么呢 不知道 就是只是为了利己 只是为了追求物质的享受 那我们说能量型的养育法就是 我们是让孩子找到自己的目标方向 兴趣爱好未来的追求 然后做最好的自己 然后再引领别人 甚至于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领袖 然后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 这是能量型的培养法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放下望子成龙的期待 回归到生命和成长的本质 望子成人 那作为我们20位北大的这个毕业生 我们当年都是妥妥的学霸能考到北大 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个清北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 那但是我们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我们就不再焦虑于让孩子成为学霸考入明教 而是注重引领孩子成为人格健康心灵自由的人 那也注重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引领孩子做好生涯规划 陪伴孩子不断开启发现自我的旅程 然后探索未来的目标和方向 点燃孩子的内趋力 让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要引导孩子 有这样的崇高的目标 要去有利他的精神 那我们也要跟孩子说 不仅仅是努力读书 考上大学赚很多的钱 而是这个世界在呼唤你 世界有难了 需要医治 你能帮忙吗 那么你要不仅仅是自己 活得更好 你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你要好好读书 考上大学改变世界 这就是我们说的能量型养育法 谢谢高群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我刚才听在听您讲的过程中 我发现您这本书 首先有理论 关于怎么样点燃内趋力 您说了大概七点 而且我发现 对每一个理论 您相对的话 这本书里面还有特殊的例子 跟它相关 例如好像我看到 有好几个例子 下面是由您 撰写的那一部分 既然这样的话 能不能您结合一下 自身的经历 讲一讲 您在孩子教育过程中 是怎么做到 点燃孩子的内趋力 如何帮助和引导孩子 找到未来的目标和方向 此孩子从要我学 转变成了我要学 这个状态 好谢谢 首先呢 我诚实一点 其实我们这本书 还真不是一本理论书籍 虽然我们里面渗透了 这样一些观点 但是它是都是在我们的 这个案例中 去渗透出来的 因为我们20位作者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教育专家 包括我也不是教育专家 你也看到我的背景 我过去一直是在金融行业 做职业经历人 但是呢 我们这本书 很多读者认为 这本书最大的这个特色是 非常非常的 就是有真情实感 然后有容易给大家一些共鸣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的案例 所有的故事都特别的生动有趣 所以会有这种共情的能力 和代入的能力 因为也有读者说 在看我的文章的时候 是一边看一边哭 在看我们另外一个作者的时候 是一篇文章 他大笑了七次 所以这本书就是像 一面王老师说嘛 非常容易读出幸福感的 就是非常具有可读性的书 但是你在读的这个过程中 你会在这个书里面去 感受到这样的一些教育的理念 那刚才我只是把它提炼出来了 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是 对他进行怎么样理论的阐述 就是是通过案例来 这个渗透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观点 好 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来介绍我儿子的这个案例 那我其实刚开篇介绍 我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我提到了我儿子是在美国出生 2002年 我当时我先生在哈佛大学留学 我陪读儿子在美国出生 然后出生两个月呢 我们就回国了 所以他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 在上海的福山外国语小学 读的小学 后来在上外出中读的初中 这两所学校都是公立学校 但是是外国语特色学校 那么到后来到这个初中 可以说就是我在以前 我来美国之前 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忙的工作节奏 我基本上是朝九晚十的工作状态 所以从周一到周五 我是根本儿子看不到我的 我回到家他已经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他早早的上学 我还没起光 所以只有周末能陪伴他 所以在我儿子整个的从应该说到高中以前 我都是无为和放养的这个状态 因为我当时讲 反正我儿子也不需要走这个高考这条路 我也不需要从小去鸡娃 我就让我儿子自由成长吧 所以就是无为和放养的状态 但是呢 儿子到了这个初中啊 就是这个上外出中之后 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因为这所学校是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上海的朋友 上外出中是上海一所非常著名的学校 被誉为一所神仙学校 那么他是我们中国的 底润外交部长 严肥驰和王毅的母校 培养专门的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 那这个学校 他是不需要参加中考的 他是直升到本校的高中 然后呢 高中毕业也几乎很少有人去参加高考 大部分都是要么去留学 要么就是保送到国内的名校 曾经有一年只有一个学生参加了高考 还是因为他不想去 他被保送的学校 希望能高考 去一个更好的学校 所以叫神仙学校 那这个神仙学校就导致在小学生初中的时候 竞争特别激烈 因为所有的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去 那在初中的时候 应该说全市范围招生 应该有几千上万人来到这个学校里 最后只录取120人 那我儿子呢 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有这个政策 就是因为我先生是金融高管 所以我们是有政策 所以可以择校 那我儿子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下 进了这个上外附中 那他就会发现他跟他的同学差距特别的大 然后之后他一考试就发现自己的成绩都是在 后三分之一 偶尔数学 物理还不及格 然后他就开始就没有了动力了 每天呢就是对付着把作业做完 甚至于他来了美国之后还跟我有一次 无意中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经常会抄同学的所有 因为他前后桌都是他的学霸同学 然后每天就是沉迷于游戏 那我当时也是像现在很多父母一样啊 我也要斗智斗勇啊 怎么整天把孩子的这个 iPad藏起来啊 改密码啊 但是没用啊 他总是能找出来 他总能破解这个密码 然后后来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转折点的事件 就是在七年级的暑假 我儿子的大伯在澳洲做访问学者 他知道澳洲呢 这边是允许插班来就读的 而且澳洲的就是中国的暑假啊 正好是澳洲是在学学科学期中 儿子的这个堂姐呢 是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同岁 所以呢就大伯说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说 你愿不愿意到澳洲来插班 两个月感受一下澳洲的这种学习的 这个氛围和学习的这个模式 我儿子就想当玩就去了 他到了澳洲那两个月 真的是如鱼得水 然后发现他英语一直都很好 因为我开玩笑说 可能是我的开教之工 再加上他从小是在外国语学校读书 所以他英语一直都是特别特别好 所以他英语一点没有障碍 那本来是数学物理都是他的短板 到了澳洲之后发现 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扎实 这个一下子就成了优势了 被同学称为天才 所有的难题对他来讲都是小菜一碟 然后这两个 然后再加上他性格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外向啊 开朗阳光啊 第一天就跟同学打成一切 然后两个月的时间啊 非常非常的愉快啊 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 妈妈我要出国留学 我不想待在这 我我待在这个学校 待在这个 我我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有挫败感 我跟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 我也不是那种欲强责强的人 我需要的是道理 我命当低头不当 不当 命当低头不当 那我要出国留学 于是呢 我尊重了他的意愿 把他这个就是 本来原来不想让他这么早到美国的 原来想让他大学再来美国 来美国读大学 但是我尊重了他意愿 由于是我就决定 让他来美国读高中 然后我们就在麻州的 Belmer High School 一所公立学校读高中 那今年刚刚高中毕业 那么被南加州大学 等期所美国大学录取 同时呢 他以国际留学生的身份 也申请了北京大学和新华大学 也被绿录取了 就是我们补提一些材料就可以 但是他坚决不肯去 所以我们也就 没有继续完成这个 所有的这个资料的这个 没有补提所有的资料 然后他最后是 决定要去南加州大学读书 那我特别高兴的是 就是我儿子 他在美国的这个四年 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是脱胎放股的 蜕变和成长 那我总结了是四点改变吧 第一点改变 就是找到了学习的荣耀感 和自信心 变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孩子 开始释放性能 并全面开挂 而特别明显的 也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第一个counter结束 因为大家 美国这个高中市 每个counter会有一个 一个report 然后我记得 九年级的第一个counter结束 我那个那个场景 我到现在还历历在 我儿子蹦蹦跳跳的 拿着他的电脑过来 跟我说 妈妈妈妈你看我的成绩 全为我太开心了 我找到了学习的荣耀感 我要好好学习 然后再过几天就跟我说 妈妈妈妈 你给我报一个奥数办法 我要出去学奥数 我当时真的是惊讶的 眼珠都掉出来了 因为他从小抗拒各种补习班 我们也从来不让他去补习 就让他去发展 心学爱好 我说你怎么会想到学奥数 他说我在我们学校的 数学俱乐部里 发现了有一个亚裔的女生 比我数学还好 我要超过她 我要在外面去学 就是明显的 由要我学到 我要学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第二呢 就是他的性格越来越成熟 不再容易情绪化 而是越来越平和 包容和忍让 这个呢 应该是在教会里面 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机缘 他来到美国不久 他就自愿受起成为基督徒 然后在教会里头 跟在教会里面的这种成长 让他的心态越来越平和 包容忍让 第三呢 就是受到了 美国的利他精神 和服务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 不再自我足及 因为他是独生子 我们从小呢 爷爷奶奶也能 我们生活在一起 再加上我们有 全住家的阿姨 等于全家是几个人 围着他 是非常非常 自我中心的人 当时呢 到了美国之后 他愿意去 发自内心的 去帮助他人 对社会做 有价值的事情 当然我们从小也 引领他做一个 这个有利他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的人 也一直在带他 去做很多的公益 但是坦白说 之前还是有 作秀的成分 很多一些 但是来到美国之后 他是发自内心 自觉自愿的去做 第四呢 就是初步找到了幸福力 可能会拥有 掌控自己人生 和幸福的能力 前两天我让他 就是我受邀 去做一个分享 那么他同意 做了一个 十分钟的风险分享 就是谈梦想的 梦想的这个力量 那么他的这个分享 很多的朋友 看过之后 都是给了非常多的好评 就是觉得我儿子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思想的人 然后他对他也没有那么多的功力的心 然后他是一个是希望能有 对坚定 他说对于梦想来讲 就是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勇气 一个是相信 我要我有自己 我有自己明确的这个梦想 然后我沿着这个梦想 我要一直去 有这样一个纪念 去把它付出实施 而且呢 儿子是一个成长的一个人格健全 阳光开朗 平和有爱和有利他精神的青少年 所以我觉得这些品质 对他来讲 是比考上课效更重要 那很多人会问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我前面讲到了就是内驱力 三个层面的内驱力 那么导致了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蜕变 那首先呢 是他喜欢和适应美式的教育 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跟我说 美国的所有的课程都是他喜欢的 而且美国的这种探究式的课程 不像是中国式灌输式的课程 他更喜欢 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外向的人 他经常在初中的时候 老是说 你怎么老是乱说话 你怎么老是乱动 你要老老实实的坐在那 当然呢 到了美国 其实他这种氛围 学习的氛围和这种探究式的学习 是非常非常让他感兴趣的 所以他就找到了学习的兴趣 同时呢 成绩 成绩变成一个全A的学生之后 他就找到了这种信心和荣耀感 然后第二呢 就是他成绩全A 而且他进入了学校的篮球校队 找到了荣耀感和自信心 这就是由外界的环境的政法会的驱动 第三呢 就是我在美国 因为我卸掉了这个辞掉了工作 我变成了一个全职妈妈 那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主动的去关心儿子的成长 引领他的未来的这个发展 那我就有意识的帮助儿子去做未来的这种生涯的规划 那其中我做到的一点就是我利用了他所有的春假和冬假 带他去看大学 我们看了美国的前三十个大学 基本上看了一多半 二十多所 我们规划了三次一次去美国南部 一次在美国东部 一次在美国西部 然后通过看这个大学 我们都是预约这个 Information Session这个说明会 由大学的招生官对学校进行全方位的介绍 也有学校组织的这个学生向导来引领参观教员 在这个过程中是对我儿子非常好的一个立志教育 让我儿子知道好的大学是什么样子 好的大学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然后让他对这个大学产生非常强烈的向往 然后他就很明确我要 我的目标就是我要考进全美前三十的大学 然后他就有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又在九年级的时候帮他找到了一个修学顾问 是美国的是美国人 而且是原来是美国名校的招生官 那给他做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辅导 每个月一次跟我儿子去沟通 给我儿子在学业上 课外活动上下校这些方面有规划 而且更主要的是给他一些激励 因为孩子呢 因为这件事有动力 我们说横溢力非常重要 那么人是天生会有作性的 如果他一旦有作性的时候 那么顾问这种第三方的力量就来了 那给你一个小鞭子抽打一下 孩子就会马上就会上紧这个发条 这是有也是由外界的正反馈来驱动的内屈力 然后第四呢 是来自父母的颜传身教和正向的鼓励 那我前面提到我们父母要有终身成长的心态 我们自己也要做最好的榜样给孩子 我就是一个一直是非常非常强的内屈力 我在我的整个的中学小学到中学时代 我说我不允许我自己考第二名 我是都是妥妥的学吧 我永远都是考第一的 我父母从来都不用管我 他们只是说管我老是说 哎呀你早点睡吧 不要学得那么晚 等到我走上职场之后 我也是那个自我驱动的 老板从来不用给我付举工作 老板经常是说 你做的太多了 你太辛苦了 不要加班加班那么晚 早点回去吧 然后我现在即便是我做了这个四年的这个全职妈妈 我也依然在不断的去探索一些新的事业机会 包括创建有资公益 包括我去在教育领域去做探索 我自己就是希望 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事业感 我不希望是做一个无所事事这样的人 我觉得人真的是不折腾就老了 我喜欢做事情带给我的这种成就感和价值感 所以我自己给我儿子做了最好的榜样 我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有内屈力的人 还有呢就是正向的鼓励 因为我是其实一开始真的是纯属色色的心态 我们说晒娃是父母的天性 我再我儿子来到美国这种蜕变 我发自内心的为他感到惊喜感到骄傲 于是我就把我儿子的这些表现啊 就晒到朋友圈 晒到我们家族群 晒到同学群 直到有一天 我一个同学跟我讲 他说你这样做是非常对的 你让你的孩子会感到父母为他骄傲 然后孩子就会觉得更加的有动力 而且孩子会觉得我要更加努力 我不要让父母为我失望 我要让我父母成为 我要成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骄傲 但是我们反观我们很多的父母 其实老是看不到自己孩子的优点 老是说看你怎么怎么这样的 都是一种相爱相杀的这样的一个性地 其实我们说做父母90%的时间你要去鼓励 我觉得我就是也可能是这么误打误状 做对了一件事情 我的自己的言传身教正向的鼓励 给我儿子带来了这种求外界认同而驱动的这种 那最后一点呢是来第三种力量的引领和激励 什么是第三种力量呢 我们说第一种力量是来自于父母和学校之外的力量 也许是一个人 也许是一本书 也许是一趟旅行 也许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那么对孩子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 这个引领和激励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是很容易跟父母 叫冲突或者是叛逆或者是任性 特别是如果父母又属于妈妈又在更年期 如果青春期撞上更年期 那经常是鸡肥狗跳的这种状况 那我们说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是有这个孩子信赖的其他的人 其实我们古人也非常有智慧啊 说一子而骄 我在美国 我儿子在美国四年 我其中有两年是我把他放到地宿家庭 是我们教会里的一个长老弟兄 那我们这个地宿家庭的这个长老弟兄 给了我儿子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帮助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讲说 你Sherry你放心的回国吧 我会好好的照顾好 把他打造成祖耶稣的一个器皿 然后他说你要将其一字而教 我会就是效果可能会更好 果然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后来发现 每当我和我儿子去沟通的时候 他如果听不进我的话的时候 我就会去寻找外面 我就会把我的诉求告诉给教会里的这个弟兄 让他帮助我去跟我儿子沟通 事半功倍 那另外的第三种力量 比如说来自升学顾问的这个引领啊 以及呢股头收集者 股头收集者是我儿子曾经 在2018年回到上海参加一个篮球下令营的时候 是他做股头收集者的助教和翻译 股头收集者是美国著名的街头篮球技星 也是很多NBA球员的教练 我儿子用两个就期的时间跟他朝夕相处 除了睡觉 其他时间全都在一起 他从股头身上也得到了很多的这种激励 他就说股头教了他很多的life lesson 就是生活的这个课 然后他说股头最给他印象最深的就告诉我说 做一个男子汉你要有担当 你要给家人 你要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儿子呢 跟股头两个星期招呼相处之后 就告诉我说妈妈我赚了四千块钱 我只留一千块钱 剩下的钱全部给爷爷奶奶外婆和爸爸妈妈 然后我妈妈你也不用着急 你没有工作没关系 我要好好出现结婚以后我养你 就是这些第三种力量 在我儿子的成长中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给了他很多很多的这个引领 然后也是内趋力的一个来源 那我在这本书里呢 我撰写了十篇文章 我儿子自己也撰写了一篇文章 叫寻找内趋力做最好的自己 你看我撰写的十篇文章就是我儿子成长过程中 几个典型的事件 第一是不自信的胆小鬼 讲他是在幼儿园里面的一个经历 然后一百分重要 是不是重要吗 就是他在小学里面 因为没有考试的考一百分 嚎嚎大哭 引起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父母的思考 我们要到底希望我们儿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逾越的澳洲插班学习经历 然后从要我学到我要学 美国高校探访经历 以及对体育和艺术方面 完全人格守在体育 浅尝者只或受益无穷的艺术探索 这是讲体育艺术 然后最好的课堂是在路上 是讲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文件书 《评万里路》 严学对我儿子的这个影响 还有就是打工经历和利他精神 讲的是价值观 这样的一些培养 然后善用第三种力量 就是刚才我讲到的第三种力量 在我儿子身上带来的这个感谢 那我的这十几篇文章是 一共有两万多字 很多读者读过来之后 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益 那我们说教育 它归根结底是 灵魂的唤醒和自由的生成 教育是生命和生命的互动引导 然后我们真正的教育 是春风话语的过程 是父母用自己的颜存生教 来换起一颗幼小的种子 灌溉施肥 或者是我们点燃孩子 心中的那个火苗和引擎 让孩子去激发他的内需力 所以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 要得到与众不同的家教滋养 那么对于我们父母来讲 我们要做好孩子的教育专家 挖掘他们的潜能 找到他们隐藏在身体 体内的特殊使命 给予最适合的生命陪伴和引导 是每个家长的责任 然后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孩子的学习和生命的成长 也是一场马拉松 而中国的家长都被那句话害惨了 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这句话真的是焦虑的悲愿 其实哪有什么起跑线 如果说真的是有起跑线 就是我们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 我们的一言一行 精神世界都在塑造着孩子 所以我们虽然父亲的格局决定了 家庭的方向和孩子未来的高度 母亲的情绪决定了家庭的幸福 和孩子内心的温度 所以我们父母要成为 懂孩子教方法立榜样的好父母 我们也要有终身成长的心态 有持续的学习能力 再通过沿川身教和家庭的寻陶 让孩子从小接受良好的综合素质 思维模式 学习习惯行为方式 眼界格级等方面的积累和成见 然后培养孩子成为一个 具有独立和健全人格的人 然后就是还是那句话 平庸的家长告诉 合格的家长解释 优秀的家长示范 伟大的家长点燃 能点燃孩子的内驱力 是我们每一个父母的智慧 也是我们这个父母要去 成为一个伟大的父母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您这个真情实感的分享 像您说的 能够感受得到就是 确实是您在生活中也经历过 这个孩子教育的起起伏伏 然后一直在陪伴他 就是辅助他 而且作为父母 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因为我在前面您说的时候 我注意到您提到说 这本书的首期版税 将全部捐赠 用于支持中国的农村教育 这点让我很感动 还有你前面提到说 要让青少年拥有 改变世界的崇高目标 另外您现在创建的有私工艺 把工艺与教育连接在一起 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 工艺创新平台 现在好像还有一些时间 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 有私工艺吗 好的 谢谢 我有私工艺是我在去年的下半年创建的 开始组建志愿者团队 然后今年的二月份和四月份 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 注册的两家非营利组织 那有私呢 它的这个就是用的是 Youth的中文的音译 我们是给青少年来搭建一个 工艺创新平台 然后为青少年提供 工艺活动 创新型的工艺活动的规划指导 和资源支持来培养 有思想和行动力 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少年 工艺领袖和未来世界公民 那怎么样去 为什么要创建有私工艺呢 首先我本人就是一个 持续工艺的践行者 我在我上一家公司呢 是一家外资金融机构 我做助理副总裁 及市场总监 九年的时间 我们公司是有工艺文化和传统 每一年我们都会发起 一个工艺项目 跟不同的工艺组织来合作 基本上都是我来负责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自己特别大的体会 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也包括引领我儿子 一起来开展各种工艺的活动 也很高兴在儿子心中摸下 摸下了爱与责任的这个种子 然后就一直非常热心工艺 然后我也一直想在 教育这个领域去探索 那去年的七月份呢 特别巧 就是我在朋友圈发现 我认识的一个多年的朋友 她是职业工艺人 叫邱莉莉 那她是有16年的职业经验的工艺人 在中国创建了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 蓝天救援队 平蓝工艺基金会 三家很有影响力的工艺组织 比如说这两天 郑州大家都知道在水灾 那邱莉莉的蓝天救援队和平蓝基金会 都在去开展这个抗灾的这个活动 那天使妈妈基金会呢 是做儿童大病救助的 在15年间呢 16年间 2005年到现在 已经累计救助了 1万多个患有大病的贫困的孩子 那么这几年的每一年的募款的金额都能达到超过2亿人民币 这样的规模 也获得这个中国国A级的最高资质的公务型的基金会 民间有这个资质的基金会屈指可数 然后获得了两次的中华慈善奖 是在人民大会堂由国家主席来颁奖的 那么像平蓝基金会这几年呢 一直是在国际上做很多很多的这种人道危机 灾难救援 以及环境治理这样的大的公务项目 在联合国以及很多国家开展这个活动 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泰国的这个洞穴 一个足球少年队困在一个洞穴里 就是平蓝基金会派了8个中国的救援队员 开展了这个救援 然后在检火寨排雷 在非洲做反倒列 在黎巴嫩难民救助等等 很多很多的国际性的公务项目 所以在16年间 他的这个公务项目涵盖了很多的领域 涵盖了很多 差不多有18个国家和地区 那我在去年7月份发现他也在波士顿 而且是因为去年他把孩子送来波士顿 待了一年的时间 在今年年初回国了 我们两个一见面我们俩一拍即合 我们就发现在中国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这种价值观的缺失 很多的孩子成为空心人或者是成为一个精致的立即主义者 我们希望在孩子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的关键时期 如果能让他们更多的去做公益 而且这种公益不是最简单的1.0版本的公益 不是只是单纯捐钱捐物做义工积累公益时间 而是能自己组队发起或者深度参与一个创新型的公益项目 结合孩子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 以及未来的专业和职业的方向 给他去量身定制一个非常有创新性和足色性的公益项目 在指导和支持他去实施这样的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对孩子是一个全方位的锻炼和成长 那也能培养更多的有立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 青少年公益领袖和未来世界公民 当然我们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又能通过科技创新 政策倡导和社会倡议 能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 让这个公益项目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那就是更高的版本的这种公益 那我们是希望能引导青少年去体验公益 甚至于能自己去牵头发起一个自己的公益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呢 让孩子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和成长 以及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于是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就决定来创建有次公益 也非常高兴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有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进来 我们除了有这个七位八起人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的志愿者 无论是家长义工还是青少年义工 参加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呢 我也给我跟修理也给70多个青少年 提供了一对一的公益辅导 那我们基本上是说 首先举办了系列的公益讲坛来宣讲公益里面 因为我们认为理念的宣导是最重要的 让青少年和家长认识到公益创新的重要性 然后你知道什么是这种创新型的公益项目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再去甄选有意愿和行动力的青少年及家长 一对一提供 其实不是一对一了 二对二 就是我大部分时候是我跟丑莉莉两个人 同时是给家长和孩子提供这种 这个公益创新辅导 第一次是发散情启发式的 我们会结合孩子的这个报名表里面 填的这些信息给他量身定制 会抛出几个方向向孩子去选择 然后等到孩子明确了公益方向 并且拿出了一个项目计划书之后 我们再说第二轮的二对二的辅导 让这个给他的这个项目计划书提供针对性的一些反馈 然后再给他链接各种资源 推动他去实施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也是通过有资公益平台呢 又可以帮他去招募团队成员 链接求款平台来提供募款的支持 以及呢 对接全球的公益组织给他提供这种支持 然后推动这个项目的组织和实施 并且指导做好费用管控和项目组织回复 就举个例子吧 那我们最近辅导的这些青少年里面 有五个青少年都是有体育爱好和特长的 于是呢 我就把这五个青少年 这五个青少年是有分别来自中国北京 加拿大多人多 然后美国波斯顿和这个印第安纳 那我就给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合的项目组 然后呢 一起去策划一个体育主题的公益项目 来通过各种形式来挖掘体育 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通过去做 他们这个自己也起了一个名字 叫Just Be Great 然后孩子们一起去设计这个logo 然后一起去brainstorm 怎么拿出这个项目计划书 然后开始就注册了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账户 每个星期一起开会 然后再推动这个项目去逐渐的去实施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孩子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 这个有动力 有信心 因为有团队了 也有我们老师导师的指导 以及我们给他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资源的支持 当然有一些孩子如果他的年龄小 他没有办法去做独当一面 去做自己牵头发起的公益项目 他也可以作为一个团队成员 或者是一个志愿者 加入到有次公益已经孵化的一些公益创新行动中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锻炼和成长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介绍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码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加入到我们有次公益的社群 有机会参加我们的一些公益讲座和一些公益的项目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公众号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来了解更多有次公益的介绍 和我们的公益项目的信息 那我们也在继续的去提供这种一对一的公益辅导 给到更多的有意愿和行动力的去上面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现在是到了我们的Q&A的部分了 现在可以让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chat里面有大概有观众 就是听众们提的什么哪些问题 然后好像我先看到了 首先有些人在问就是说这本书怎么购买 是说当当网站上有电子版吗 或者是在多伦多和美国的话怎么购买这本书 这本书在国外没有办法买得到 能买到的就是你通过国内的汽油买了之后寄到美国来 但是运费可能比这个书费还贵 我先生从中国给我寄来20多本书 平均每一本书是50多人民币的这个运费 当然它是就是航空快递过来的 我们比买10元币比书费还贵 在国内就很方便 在国内可以在京东上购买 也可以在京东上可以搜得到 或者是我们也有这个微店 然后如果你团购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联系我 我找出版社给你要一个团购的这个折扣 好的 其实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想问的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国内的网站上买到电子版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实体说了 目前没有电子版 目前还没有 对 另外还有的我看到好像有听众就是在您讲的过程中 您说到提到了您的儿子曾经打过工 而且这个打工的经历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所以想了解一下他都做过哪些就是这个业余时间做打工这个活动 他打工呢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 他在那个篮球俱乐部里边做助教和这个翻译 这就是一个打工的经历 然后呢他自己又联系了一个就是做SAT培训的机构在那里边做助教 然后在美国这边打工就会更多一些 在美国这边呢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呢 他给这个脚节的这个篮球队做助教 然后呢也是到一个运动场去做SAT培训的是吧 然后现在他正在京巴克打工 很辛苦 经常是早上五点半去上班 但是他呢很认真做得非常的非常的认真 这个当时真的是属于华人家长现在好像就很少让孩子去打工啊什么 这个确实 美国好像还比较多 但是在中国确实你要在中国打工 很多家长会说哎呀那个耽误学习啊 或者就说哎呀你只要学习好什么都不用管啊 也就不会赚这个钱啊什么的啊 其实他并不是级级是为了赚这个赚钱 就在这个过程中是对自己也是更多的去跟这个社会去接触啊 体验不同的这种工作 嗯对这个非常理解 嗯好像刚才有人在问说那个刚才我们那个二维码 嗯我们稍后在那个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会再次嗯就分享这个二维码 嗯哎我也可以 我把那个我们那个小助手的微信号发到 chat 在这里GVP Boston啊GVP就是我们的英文名 叫Global Youth Celestrophy的简称GVP啊 然后呃就要叫什么haven是吧 家里又缺你这点钱啊你要把主要时间还放在学习上 我说他打工也是我都我说疫情期间我其实是不太放心的 因为你要在那里打工不是要经常要跟顾客接触吗 但是他他一定要去所以最后我也要都是尊重他的意愿了 非常懂事的孩子 对我而言之后还有一个打工他会他在给北卡的一个二年级的女生教英语 啊这也是他一个另外一个打工的这个经历 所以像这这个暑假因为他高中毕业了嘛 所以这个暑假呢他自己把是自己安排时间安排得非常好啊打工啊 啊打工啊每天差不多五到六个小时在星巴克打工 然后去教北卡的这个学生英语一天也一周也是三次课 然后他自己呢又去波士顿大学报了一个电影文学的这个课程 因为他想学呃因为南加大是电影专业是最好的 他想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自己会不会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呃所以他自己就把他的时间规划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说这个我就偷懒我什么都没有我管 都是他自己去规划他的时间 然后他自己开着说道不好了不需要我接送 嗯嗯嗯另外有刚才有听众就是在问说因为你提到了 你儿子曾经有一个小短的视频呃之前的讲过分享过 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之后你再分享一下这个视频 嗯如果大家在呃进入有事公益微信群我会在群里再发一下呃 呃因为我儿子是从讲了他最崇拜的拳王阿里和他最喜欢的电影 勇敢的心里面的这个从这个角度先切入 嗯然后去讲对他对他来讲梦想是什么 刚才您提到说要关注孩子的强项 所以我们就要让孩子从小就培养阅读的能力 就有一个暑期阅读班啊这个阅读班呢就现在反响很好 我们去找招募了一些呃青少年来做义工小老师 然后我们的义工小老师呢都是由我们呃工艺导师 以及我们的呃热心的家长义工给这些老师做培训 然后给他们每三个老师组成一个team啊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借鉴了这个在体验里面的这种呃管理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那这样的话呢这三个三个呃老老小老师呢就组成一个团队 他们就像一个教研组一样他们可以自己先去选择书目 然后研发这个课程然后去做相互的这种演练呢 相互借鉴和提升啊然后去做更好的这个准备 然后给这个学生来上课每次上课呢有一个找 主要的老师另外老师就做助教 那同时这三个老师之间也是一个相互的backup嘛 就如果有一个老师正好是这周可能休假了不能上课 那其他的两位老师可以顶上 所以呢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然后呢老师们也是呃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热情 同时呢做了精心的准备 然后课堂的这种互动的氛围也是非常好 然后这就是一个就是希望能呃 帮助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去养成阅读习惯吧 非常好的那区里让你就对阅读啊 或者是产生了呃更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兴趣 然后也是相互之间的很好的一个相互学习 好非常好的建议就是说呃 嗯这些孩子的话尽可能去加入一些像这种啊 啊 book club这种阅读俱乐部找到同好 然后另外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参加这种义工活动去做小老师 做小老师的同时也是在提高自己的能力 然后也培养了对阅读的兴趣 嗯好的然后有有家长在问是这个打游戏的问题 估计可能是男孩子吧你儿子也是男孩子说 是不是也有那个打游戏的问题 对我我我也讲到了我初中阶段我儿子也是一个沉迷游戏的孩子嘛 他每天就是对付的把作业做完甚至还抄别人的作业 然后就天天的这个打游戏 因为他当时学习已经没有了动力 他觉得我就是一个中下游的学生 我学习怎么着 我跟那些学霸差距太大了 我没办法去赶上他 于是他就得过铁锅 然后就开始沉迷游戏 但是呢到了美国之后他不打游戏了 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你怎么不打游戏了呢 他说妈妈我没有时间打游戏 我生活中三件事已经占满了我所有的时间 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学习要保持好的GPA成绩 每一个课验每一个作业每一个考试 我都要认真去对待 第二呢他说我要那个参加这个打篮球 更好的去训练和比赛 第三我要去享受教会生活 他说这三件事情已经占满了我所有的时间 我没有时间打游戏了 所以我们说其实怎么样让孩子不打游戏呢 就是让孩子能找到比游戏更有兴趣的东西 他就是我说你赌不如输嘛 我们要转移孩子的这个注意力 让他发现有比游戏更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一种呢 如果孩子真的是很喜欢打游戏 你索性引导他要不要去在游戏这个专业 因为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大学是有游戏设计开发这个专业的 听说中国也是这个如果是在这方面去将来也是有非常好的就业的前景和机会的 那你索性把这个兴趣转变成他的这个能力 变成他的未来的专业 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呢 对 是这样的 好像就是说有些孩子是在生活中得不到正反馈 所以才要去游戏世界里去 因为游戏是很快的就能给你正反馈 因为你要升级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游戏可以提醒我们 为什么孩子那么喜欢游戏 因为他是三分钟就能得到这个正向的反馈的 他每次什么过关升级 他都会有一个那种成就感吗 那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不能就是像游戏一样去设计 让我们的孩子也在什么事情上也不断地得到鼓励 不断地得到这种荣誉感的成就感 然后让他就会产生这种动力呢 所以你看游戏的这个设计的原理 其实是能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发的 另外有听众问有私公益对学生免费服务吗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基本上都是免费的服务 包括我们的一对一辅导 我们目前唯一收费的就是有私公益读书会 因为当时我们本来也是想免费的交这些学员 后来我们是在跟家长义工沟通的时候呢 家长义工反馈说如果不收费的话 这些学生报了名之后可能就没有一个这种承诺 那他可能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今天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那我们的义工小老师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办法去给他们 觉得就是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教学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说收费主要是让这个家长呢 能能感觉到我们有这个commitment 我要至少交了这个钱 我要把这个课在史上中的上完 那所以我们的收费也是非常低的 我们是七次课才收45美金300人民币 你们大家也知道了这个价格是 可能是连一次课的价格都不够吧 如果按市场价的话 所以那但是我现在其实呢 最近我也发现了我们不收费啊 包括我的一堆衣服道不收费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出来也是一声叹息 就是我们我们这个很多家长报名 他觉得真的是没有 他其实是孩子根本没有准备好 就不是说孩子想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不收费嘛 所以那家长看到信息 那我就报了嘛 但是后来就发现我们有 我辅导了差不多有70个孩子 只有十几个孩子是认认真真的开始 按照我们的节奏要求去做项目计划书 然后慢慢的再往下推进 很多的孩子辅导了第一次之后 就没有了下文了 所以我也是在考虑 如果是收费 如果是我收费的话 也许家长会更珍惜这个资源 现在是我在推着家长 你赶快让孩子把计划书给我啊 你赶快让孩子把这个什么方向明确啊 我们给他预约下一次的辅导啊 但是换言之 如果是我是收费了 那首先家长可能在报名的时候 他会去首先征询孩子的意愿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 因为我们再怎么辅导 我们只是一个导师和支持者的角色 我们不能月祖带袍去替孩子去执行 如果孩子最后自己没有动力去执行 我们再好的辅导都是空中楼阁 那如果是我们收费 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啊 那我这个不要随随便便就报名 我得先去征询孩子的意愿 我跟孩子商量好 报名 报完名之后 家长和孩子会有这个执行 他会认真真的去 把这个项目做好 也许我们辅导会更有成效吧 所以我也在考虑这种免费的模式 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和改变了 非常有趣的经历 谢谢 好像有一个快速的问题 就是问您儿子是不是基督徒 我记得好像您说是 是的 特别奇妙的一个机缘 我儿子来到了美国之后 没多久 大概也就几个月吧 突然有一天 我就看见他捧着圣经在读 我就很奇怪 因为我们从小没有给他 任何这方面的引力 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圣经 然后我问他 你怎么会对圣经感兴趣 他说在上海的时候 他可能是参加一个SAT 还是什么的 SSAT的一个辅导班 旁边有一个教堂 他每次去那个教堂呢 他就会能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 然后他就对这个产生的兴趣 就主动的去读这个圣经 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就跟我说 妈妈我赶到了主耶稣的拣选和召唤 我要受起成为基督徒 那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信仰 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信仰不是坏事 那所以呢 我就鼓励他去受起成为了基督徒 那后来我也确实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主的引领吧 包括他去南加大 我也觉得非常奇妙 就是去年的二月份 我带他到加州看大学 看的所有的大学里面 他最喜欢的就是南加大 那无论是校园特别漂亮 还是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种 这个专业和课程的设置 然后还是他也喜欢洛杉矶的这种城市 然后更主要的就是在南加大旁边就有教会之家 那弟兄之家就是都住的是南加大的大学生住在那里 是有这个教会有人来服侍的 然后我儿子刚好呢 我去访教的时候就参加了一期教会的活动 然后我儿子当时就说 哎呀妈妈 我要是能到南加大就太好了 我就说我就能享受这个教会生活 住在弟兄之家里面 然后我又喜欢南加大 结果果然他就会被 他就被南加拉出去 所以我们也说是不是都是主在保守的成全 好像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讲座要结束的时间了 我们再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问那个公益活动都具体做些什么 能请刚才可能您做了一些介绍 但是现在可能能再重复就是简略说一下吗 这个作为最后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我现在分享了这个有私公益的小助手二维码 如果想加入有私公益社群的话 请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要求加入那个社群 好的 好的 有私公益呢 我们去给全球的青少年搭建公益创新平台 我们的志愿者呢 分布在我们在美国和加拿大助手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志愿者是在 中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 南非 阿曼等很多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项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去 由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来参加 将来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也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去做一些 这个限价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那我们主要的是 第一是我们最有特色的是我们做一对一的公益辅导 我们是给青少年去量身定制 帮助他去梳理量身定制 适合的创新型的公益项目 让青少年自己成为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和发起人 然后我们再给他链接各种资源 帮他组团队 帮他搭建筹款的平台 帮他去找相关的公益导师或者公益组织 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 推动这个项目的实施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 因为邱莉莉我刚才介绍了 她是有16年的职业经验的这个公益人 她在全球18个国家 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 无论是儿童大力救助 灾难救援 人道危机 教育公平等等领域 在这个公益这个领域 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 所以我也是有十多年的这个公益经验的 持续的公益的践行者 虽然我不是职业公益人 但是我也是天头做了很多的公益项目 所以我们两个在这方面 是有非常多的经验和资源 可以支持到青少年去自主 去发起一个公益的创新型的公益项目 就是2.0和3.0的版本的公益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为青少年出发 或者我们自主出发的一些公益项目 那么我们的青少年呢 也可以报名参加 刚才讲到的比如有自公益读书会 那就是我们自主出发的一个公益项目 有很多青少年就可以做我们的 逆风小老师 那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关爱中国留守儿童的小候鸟行动 是在暑假 现在正在进行时 在贵州我们的工厂里 集中给这个工厂里的打工人员的孩子 也就是我们的留守儿童做美式的家里营 然后我们也有 Girl Strong Guy南非困境女生 给南非的家庭疾困的女生 募款购买卫生巾 也可以跟这些南非的学生 结对子进行一些更深的这种帮助 然后也有像 有自环球学友 国际学生论坛等等 这样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可以供青少年来参加 所以是两种形式 一种是给你量身定制一个 独特性的创新性的项目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有的项目 可以选择来参加 好的谢谢 刚才有听众说 好像您就是有私公益小助手 那个二维码不忘 现在我在分享的 就是华人咖啡俱乐部 这个小助手的这个这个二维码 就是加这个二维码 再打开一下 什么work呢 刚才好像有人说是那个 不能分 不能加 你先看一下 Sherry Sherry 你可以把你的你们小助手的那个微信ID 直接发到 好 行 我再发一下 GYP Boston GYP Boston 好的 非常感谢今天晚上 谢老师跟大家的 非常真情实感的分享 现在把时间交给Alison 好的 其实我们今天的那个讲座 应该到现在可能就是说 已经进入 进入到这个快要结束的这一个时间了 然后呢 那个特别感谢大家 就是在周五的夏天的 夏天的周五的夜晚 那个还在这里和我们相聚 那就说请大家呢 就是说想要联系我们Sherry Sher的朋友呢 她刚刚已经在群里面 她刚已经在Chatbox里面 发了一个这个小助手的微信ID 然后呢 你们可以加这个微信ID 然后呢 想要进入咖啡俱乐部和私会的 其他社群的朋友呢 可以扫现在屏幕上的两个二维码 然后呢 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那我们今天就就晚安了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的聆听 也再次谢谢咖啡俱乐部 邀请我来做这样的分享 期待有机会和大家再次 再沟通 谢谢大家 好 再见 那现在大家可以退出了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直播室给关掉 好 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